铁子一抬头 抽个赵三 脚不跟一更 咱们的 赵三没知声 这时候徐大伟一瞅 三哥 你看 今天把你们双方找到来 看我面 这个事能不能拉倒 三哥一摆手 大伟 我说两句 不是不跟你面 小老弟在这坐着 我铁子 我问你 你大哥活的时候 跟我吃饭 你给你大哥站在旁边 你端插倒水 你管我叫啥 管我叫三哥吧 打电话的时候 你管我叫啥 兄弟 就凭这个事 不说马武助的事 你是不是得跟我赵三 好好道个歉呢 我就问你 我赵三的兄弟 道德会有面子吗 三哥把气质往中一拿 这个 吴铁子当时 气质就下来了 吴铁子没吱声 瞅着赵三 徐大伟瞅这个吴铁子 那意思说软话 面子已经给他了 吴铁瞅着赵三 如果这时候吴铁要拉了 要说三哥我错了 那可能他妈的以后就没法混了 他这么想 他瞅着赵三 三哥 其实他叫三哥就拉了 三哥 不是有面子没面子的问题 人活得现实点吧 我大哥都走一年多了 你提他干啥呀 你听听 是人话吗 赵三一听 吴铁子 你这小子他妈的 跟你大哥混一回 你这小子不讲情意呢 不讲恩情呢 你大哥对你不错吧 你也太狂了 我他妈今天 你今天要说一句插话 吴铁子 我今天给你撂着嘎的 大北改的 大北不改的 你现在坐着跟我撈壳 你现在都趴着跟我撈壳 你知道吗 吴铁子一吵 三哥 你说那都没有用 三哥 咱们有话不怕说 有账不怕算 你兄弟到那家耍米去 他不懂江湖规矩 我他妈受着他 没毛病 赵三一讲话来 唱 来 赵三一拍桌子 兄弟左红 无力心 黄钱黄亮 提前赵三的给上课来 灯喝了就干他 这帮兄弟 啪啪啪家伙事一拿 唱 来 家伙事一指 无铁无铁 当时也蒙了 他俩兄弟 眼睛赵三拔个兄弟 全拿家伙事 八八一只 无铁的俩兄弟 也掏出枪来 在这时候 两把枪对八把枪 肯定吃亏 干什么 别动 别动 赵三小鸭一叼 无铁子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徐大伟一瞅 三哥 三哥 你干啥 三哥 三哥你把这两 大伟你别叫 你别吵吵 这小子不是那个 你别帮他说话 咱俩好 他俩好 你俩好 徐大伟一瞅 三哥 你这不 我把你张了这个橘子 你动手 你把他打了 你把我徐大伟放在何处来 来 徐大伟一句话 从外面呼呼啦啦 何鸿军 宅立军 郭大庆 再说徐怀玉 他们老玉子 刷刷刷 冲进也冲进起吧 哥 哥 各顶这把家伙一拿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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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三的兄弟 一瞅进了 有人拿枪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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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双方就护指 就在这包包里面 没头大 双方这一护指 三哥的兄弟再猛 也不能再于数 打印徐大伟的兄弟 徐大伟兄弟也听了 徐大伟的命令 也没轻易开枪 双方就这么指的 三哥在这一刻知道 动不了这小子 徐大伟一笑 一摆手啊 让兄弟把枪都放下 徐大伟随着兄弟的枪一放下 赵三小脸一拉 兄弟也把枪放下来 徐大伟上前 三哥 三哥 你看 我徐大伟做一个面子 长得不好使啊 你今天我主持的局子 你跟吴铁子 你俩都是我哥们 吴铁子跟我好 你也跟我好 三哥 今天你给大家把他给打了 传出去我徐大伟没法混了 三哥 你看 不如喝杯这个 和食酒 赵三车和徐大伟 大伟啊 我不是不给你面子 我给没给他机会 我刚才问没问他 以后我兄弟到德会有没有面子 他咋说的 大伟你听着你啊 他老是人科 这儿吧 徐大伟一瞅 三哥 唠那啥用啊 唠那没啥意义了啊 我今天八五年猫胎两乡 宴请你 三哥 我没想到整这处 啊 你整这处 你到底嘎你嘎嘎嘎 你兄弟小QQ拿出来 咽我徐大伟没法办事 三哥 既然你要这么老 咱那饭哪 就没法吃 一听这话 赵三瞅着徐大伟 您在这一刻 徐大伟就占立场了 就占无铁立场了 三哥瞅着徐大伟 大伟啊 行 三哥没看过人 我回去了 三哥 你看咱留下来 赵三一百手 有啥记不落的呀 赵三心这么想的 你他妈没占我立场了 一百手 大伟啊 我回去了 长春事挺多的 以后咱们后会有气 咱哥愣个处 大伟 谢谢你的酒 赵三起身 徐大伟一手 三哥三哥三哥别走 赵三一百手 大伟啊 后会有气 三哥一百手 领着这些兄弟下楼了 这一下楼 三哥这边头脚走啊 这边 无铁子刚才吓坏的 赵三 要是徐大伟不立挺的 赵三一胸的 帮帮帮给他蹦两枪 腿打折 那个年代很正常 我铁子这时候缓不劲来的 吓坏了啊 拉硬啊 吓坏了 大伟 徐大伟一瞅 没事铁子 我不说吗 我保你 哎呀 大伟呀 那个我回去了 那个我 那啥 那个吃点饭得走 没心的吃饭了 我回去休息休息 那个明天 回 回得会 不玩会了 今天没有心情玩了 我回去 哎呀 那回去吧 啊 那谁呀 那个大庆啊 哎 叫郭大庆 郭大庆进来的 维哥 去给那个 你铁哥送回去 郭大庆开个车 无铁子这时候 从屋里面一出来 大伟啊 那我回酒店了 回去吧 郭大庆领出来 上车 无铁子开车 往处走 该说不说 三哥一下楼 到车里面 左方我就问 三哥 回长存呢 回鸡毛长存 党立 车里面那个 叫党立的后 加入照餐团伙 生面孔 党立过来 三哥 你下车 一会儿 打车干正点 看那个无铁子 出来奔哪去 看他住那 查清了 别让他发现了 万一要是发现了 直接撤 必跟他恋战 要是没发现 马上回来报告 这他妈党立一听 盯梢呗 是 三哥 党立啊 上了一个出租车 一上车 拍三百块钱 哥 跟着前面那辆车 看见看着 无铁出来的 郭大庆开车 跟着前面那辆车 发现了 三百块钱 一分不给你 不发现 给你五百 出车 瞅瞅 这活好啊 盯梢五百块钱 放心吧 兄弟 咔咔 挂道 一路小跟 一直跟到 无铁的酒店 没被发现 无铁下楼 下车上楼了 郭大庆也回来了 赵三尔 在另外一个地方 五百米之外 拿电话 赵三尔是何去 从长春钓人啊 哎呀 钓谁呢 长春钓太远 打电话 这也是谁啊 鱼树二至三丫 给鱼树非常牛逼 在他们之上 还有一个 这小子叫李强 花博的李强 电话打给他 李强八一姐 喂 那个 强子 我是你三哥 三哥 哪个三哥 长春的赵红林 赵三哥 哎呀 三哥 你咋给我打电话呢 有人说 李强跟赵三尔咋认识呢 他俩是不是 李强抢过赵三尔啊 还有你不知道的 他俩曾经 李强抢橘子 抢二支 跟赵三尔的 但后来啊 李强在长春 有一次落马 李强那个工人 带着兄弟 全国各地 可纳机不抢 李强是属于通缉犯 他汉匪级烈 专门守着大哥 社会员 他是一个不怕 什么许大伟 二支 谁不好是 李强有一次 给长春掉脚 赵三尔得知 赵三尔帮他一把 三哥那时候大呀 李强通过那事 跟赵三认识 跟赵三观音处的不错 三哥笼络大理小 李强这样的人 我跟你说 就用百道的关系 李强特别感激赵三 欠赵三人情 这不电话响了 哎 三哥 来渔树了 李强啊 我到渔树了 三哥 你在哪呢 我去接你一下 三哥 你不用来接我 李强啊 我跟你说个事 你在渔树 你方便不 我方便你说三哥 我在渔树啊 碰点事 有个兄弟啊 跟我都是合的 外地的啊 这个 哪里呢 德惠的啊 叫吴铁子 吴铁子 吴钢子都进不好使啊 三哥 吴铁子 这小他妈的 把我兄弟给抢了 你这么的 我给这个阿德余树啊 我跟他见面了 徐大伟主持的局子 对大伟啊 占立场了 占他的立场 我没整了他 徐大伟 徐大伟 二十三家加一息 我他妈算他杀的啊 三哥 你该拿的我过去 兄弟 这么的啊 我在哪呢 我在这个 青花石角的对面 三哥 你等我 十分钟啊 我就到 我拿着五连毛子 我就过去 三哥 今天谁敢 但是何干 余树 我就这么秃秃的 行了 行了 那三哥等你啊 那李强撂了电话 瞅瞅瞅身边的兄弟 去去去去 拿家吧 李强的兄弟 胆大呀 都不就拿这个短 拿短的 杀伤力小 李强的兄弟 各顶各拿三连的 五连发 啪啪啪 人不多 李强的兄弟 加一起就十个 十来个 不超过十五 当天在一起的李强 跟焦远男一样 从来不把兄弟 集合到一起 啊 怕被一窝端 今天李强带了七个兄弟 啊 不多 李强马上带七个兄弟 拿了三连的五连发 大子弹 大号的 咔咔压上啊 钻个破壁 那个 啊 面包的那个 大金杯 啊 没牌子的 奔着青花四角 过来 这时候 咱说了 五迭带俩兄弟吧 在这个酒店里面 心神不安的 他可能要感觉 发生啥事啊 想走 哎 就打电话 给徐大伟 大伟啊 那个 我这么合计 明天不等明天了 我今天就回去 不是你别走啊 我我我送到你 你等会 别别别走 我过去 啊 哎呀 你不用来 你等会 等会 等会 徐大伟 特意又带两个兄弟 四五个人 也奔得去了 哎 和空军 在这军 他们上那 上酒店去了 徐大伟 带六七个 啊 他还带俩 一共一共 加起十个人 在屋里面 郑兆诗 那面 哗不哩 李强 到赵三那嘎的 车往那一停 一敲三个窗 三个 赵三一抬头 我擦 李强大白天 拿三两个手 不是 你这 没事 三个 哪人 人呢 你上车吧 李强一开车门子 上赵三的车 啊 枪还挺长 滋涼巴翘的 往那一放 人呢 咱们基本上 徐大伟 什么 谁不好使啊 三个 给你灯喝 有时候绝对不好使 三个讲话 别吵着 等一会儿 我兄弟过来 党力上车 三个 知道他给哪个酒店了 赵三一瞅 挑头 车很快挑头 奔那个酒店去 花博李强的车 后面跟着赵三的车 三台车 两台轿子 一个家常的 一个凯迪拉克 加上一个面包 三台车往的酒店 楼下一停 咔咔酒店一停 从车上咔咔咔 跳起来十楼个大汉 你看赵三带着拔着 李强带七个 那就是十五个呗 十五六个大汉 赵三修那青一色小客户 李强的修那个顶个 啊 一下车 长崗子短坝子啊 那个三连发五连子 大算广子 咔咔往中拿 大白天下午 可能是两人来中 老铁 他们往这一下楼 一下车 楼上的当时徐大伟啊 正跟五铁唷 五铁还说 今天赵三就算他底高 我今天我搂着虎 我不搂虎 我崩了他 操 徐大伟一瞅 那个 铁了 说那没有用 啊 你真干赵三 赵三 我跟你说也挺大 整不整不好 我跟你说你以后不好混 哎呀 大伟 我不跟你吹牛逼 他赵三是赵 德惠啊 我他妈必须把腿打折 你信不信 吹牛逼 长春丽德惠 我不想这辈 他不上德惠 这么吹牛逼呢 啊 徐大伟的兄弟 和红就是给窗 那个靠窗抽烟 就蛤蟆件 一回头一往窗 尾哥 尾哥 徐大伟一回头 啊 大军啊 尾哥 那个家常的赵三 那车回来了 赵三 啊 徐大伟往窗那边一来 哎呦 他回来干啥 哎呀 花伯李强 下了下车了 花伯李强 啪我车一跳嘛 啊 哪家伙子 那么徐大伟 他兄弟都认识 徐大伟也认识 李强来干啥了 一说李强这个名 吴铁当时 给那个阿子 靠着那个床 抽烟 下里面下床 李强来了 是李强 老铁啊 李强那么大名 李强我跟你说 李强基林省都有名 啊 这国内 咱说了 吴铁子也听过李强 那李强不要命啊 那他妈 李强来了 不吹牛逼了 当时就慌了 那脚都嘚嘚了 抽筋了 李强来干啥的 这 这国内 徐大伟一看 他妈的 这李强 这肯定赵三找来的了 那行的啥的 那啥 那个铁子 你敢屋呆子 你别出门啊 我领个兄弟出门 他们不一定在内 不知道你在哪 关子你啊 没事 你不知道你在哪 屋住 这出去 徐大伟领个兄弟往处走 啊 无铁子讲话 那个 那个大伟啊 那个 我自己在屋啊 你领大兄弟来屋 给他扔两个兄弟 把门关上了 徐大伟就往处走 往处一走啊 走到走廊 刚走到拐脚 往大厅里 坐电梯里等着 这出李强 他们已经就进屋了 李强穿了大风衣啊 拔拔大皮鞋 啊 确实不黑 也不打油啊 干拔侠的 李强 升了大长岗 那一进屋 啊 服务员啊 吧台呢 大酒店的吧台服务员 哎 大哥 徐大伟的那部 徐大伟 三零七啊 大伟哥三零七 别害怕啊 走徐大伟 走 三哥三零七 妈的 那小娘们 没那啥 就吐了嘴了 说出三零七了 在这徐大伟 不知道呢 眼睛已经知道哪屋了 哎 花伯李强领 赵三 还有赵三的兄弟 左上屋的心 啊 黄江黄上 这帮逼往那个电梯门口 一拿着这夹事 电梯此时 蹦 开 徐大伟啊 从里面出来 带着兄弟 一出来就看见李强 拿长杠子 对着自己 徐大伟 徐大伟也懵啊 他不是说多怕这个李强 我跟你说 就是犯不上惹不起啊 那李强那不要命啊 对不对 你这横的怕 愣的愣的 怕不要命的 谁也 谁都怕他们不要命的 啊 这一瞅 花伯李强 三哥 李强旁边 徐大伟 哎呀 啊 强哥 你你咋来了你 李强没这声 啊 赵三一瞅 大伟啊 我来不冲你啊 这个无帖子 他妈的 不给我面子 你看我兄弟气坏了 我兄弟就不干了 你李强来要看看 要跟他唠唠 徐大伟一瞅 你听我说 那个三哥 啥事不能唠唠 赵三一白瞅 大伟啊 别唠了 给他机会了 啊 现在不是我想跟他唠 现在是 花伯李强想跟他唠 李强穿大皮鞋 大风衣 一百 大伟啊 我要跟那小 唠唠唠唠啊 你别拦着 拦着我跟你说 不惯着你啊 大伟啊 这这这这 李强扒着上电梯了 一上电梯 赵三也跟着进电梯了 李强回头一瞅 哎 你们几个走楼梯 别他妈跑了啊 李强兵分两路 一方面坐电梯 一方面走楼梯 徐大伟心里面行 喝就完了 他他妈的 何宫军跟翟立军啊 都瞅徐大伟 那意思 魏哥 咋整个 他兄弟不胡逼啊 说这他妈的 这他妈李强真惹不起啊 啊 徐大伟那意思 啊 别动手 这不嘛 他们坐电梯上去了 徐大伟从电梯下下来了 徐大伟下来说一句话 打电话快报警 徐大伟告诉兄弟报警 花伯李强在牛逼判警察呀 啊 你神神不有人命啊 兄弟马上啊 一个兄弟拿电话不打气 喂 那个是徐大伟队吗 啊 那个大伟哥的兄弟 现在赶紧上红尘兵馆 在那边 徐大伟队的 马上就派出一路人马 只有三四十人 那徐大伟队的队长 都是大伟哥的兄弟 很快啊 从那个四面八方 就往这儿赶 咱再说徐大伟 打完电话兄弟啊 徐大伟又坐电梯上楼了 这会儿有个时间差 有个一分钟 啊 屋里面 屋铁子 这会儿一分钟 都赶上肚子如年了 屋铁子赶上屋里面 趴着耳朵听 那个门外的声 李强穿了大皮鞋 大风衣 领着兄弟都这样 都这个造型 要不就大 大基本的黄脚鞋 啥的皮鞋都张嘴了 贼饿 贼穷 我跟你说 我真不买的 嘎嘎熊 他熊二只咋熊 二只啊 我管你叫什么二哥 我可呀 过年了 咋整个 二只一瞅 那个给拿着吃 去去去 吵他妈的 拿吃了就拿钱啊 惹不起他 这这恶 穿的鞋都恶鱼牌的 那脚子张嘴的 啊 穿大风衣 大皮鞋过来 到猛手里嘎的 啊 照杂讲话 307J5 爸爸妈 开门 开门 吴铁一听 来人了 啊 没这声 李小家伙 开门 好 老板不开门 门红醉了啊 妈妈的 哎 看看 吴铁一听 外面人不少啊 听得动就得十来个人 吴铁屋里仨呀 啊 吴铁一行 开门我废了 开急忙稳的 吴铁也算社会 也是挺恶啊 也别讲太朗子了 吴铁在屋里面 听到外面 就不叫喊 一顿啪啪啪啪啪 咋门来 吴铁拿小手枪 在门后面一蹲 别他妈喊了 赵三 进来我他妈打死你 啊 赵三讲话 哎呀 那个 李强啊 听我的啊 进去别动手啊 李强两个三个 进去不动手 惯他呀 听我的 帮帮帮帮帮 咋门 这是吴铁一听我 唱你吗 吴铁怕冲进来呀 吴铁拿小枪 照这个门 那个门眼 那个地方啊 进来我他妈毕了 你谁进来打死谁 老铁啊 门能夺款 一人当夫万人莫开 啊 学过一个成语 在屋里面要是开枪啊 老铁你外面往屋里进 往屋里冲费劲 无铁的手一手难攻 改屋里面打响了 把这枪 叨门一响 打哭了 他妈谁进来打死谁 谁进来 蹦了谁 正常外面人是不敢动的 老铁他碰的花拨李强啊 李强这小子不嫩呀 是虎啊 他就是缺心眼我感觉 李强拿长杆子 哎呀 在李强眼中看来 这就是对他的挑衅 李强一瞅 他妈 照门呢 我没抬枪你还开了 李强去你吗 穿大皮鞋 恶鱼的哗当一脚 啪门就踹开了 在这时候 一脚踹开门的时候 许大尾也上楼了 许大尾仰看李强 哭你一脚门就开了 屋里面的屋铁 都没想到外面敢踹门冲进去 李强边踹门边喊 蹭 我来呀 拿我吧 帮脚踹来 拿个三连子就冲进去了 别动别动 随着花拨李强进去 花拨李强的兄弟 还有赵山的兄弟 全进去了长的短的 无铁拿着东西 花拨李强 三哥我他妈帮的 别别别别 李强 今天听三哥的啊 三哥不让你打 谁都别打 今天三哥让你打 赵马上轰 啊 李强一瞅 听三哥的 哎呦 你不服气 你大哥 大哥大哥 大哥 帮当 把家伙事也弄了 这时候徐大伟也领着进来 不是 那个三哥 赵山一白手 别吵着 瞅瞅面前的五铁子 兄弟 你是服是不服 啊 今天你要敢说一个字 不服 啊 我今天立马验你变成一米二 啊 那腿就没了呗 腿没一米二呗 我铁子一瞅 服不服 我没说不服啊 三哥 乱了 赵山一瞅笑 徐大伟后面摇脑袋 真不行啊 烂你扶不上墙 你帮的白击不扯 哎 我铁子 没说不服啊 三哥 今天老弟糊涂 老弟不懂事 老弟 啊 这三哥 你别跟我一样 赵山一瞅瞅 吴铁子 我给过你机会 刚才谈判的时候 当大伟面 我给给你机会 我问你 我兄弟在德会 有没有面子 啊 你咋说的 啊 兄弟 吴铁子一和 一瞅 三哥 有面子 肯定有面子 三哥 赵山一摆手 得 你也别说我有面子 啊 我就问你一句 你服没服 啊 服了三哥 我说了 你跟我大哥最好 啊 之前我他妈 不懂事 说吐了嘴的 你跟我 你跟我大哥 须名最好 你说三哥咱俩 就没啥仇啊 啊 我这肯定肯定服你了 拒你了 心服口服 赵山一笑 行 啊 你这么点啊 嗯 我打个电话 赵山拿电话 记住你说的话 巴巴巴巴巴 三哥得智慧 跟社会人一般不一样 你一般上去打了两嘴巴子 把腿也绷了啥 这都背不住 三哥把电话拨出去了 电话很快通了 打到哪里来 德会有个百事童 啊 这小叫大庆 三哥打个大庆 面提 大庆里面不知道啊 哎 哎三哥 大庆啊 啊 你红林三哥 哎三哥 你好 你好 那个大庆啊 我问一下子 你先能代表 德会的社会不 啊 德会社会这方面 你能代表不 三哥 啥意思 我不知道你啥意思 这么点啊 兄弟 我跟那个你们德会那个大哥武铁子在一起 啊 武铁子刚才跟我唠挺好 啊 让武铁子跟你唠两句啊 哎 啊 武铁子跟我唠两句 那武铁子可以比大庆牛逼啊 大庆不行 他跟我唠啥呀 三哥 你等一会啊 只有咋说吧 武铁抽筹 知道三哥 电话一滴 哎 大庆啊 啊 我大庆啊 哪位啊 我是那个武铁子 啊 哎 铁哥 啥事啊 铁哥 是这么回事啊 以后你记住了 不管我武铁多牛逼 啊 长春的江湖的赵三赵鸿林的是我三哥 以后三哥的兄弟到德会来 就是我啊 说的话 三哥到德会有面子 必须有面子 三哥的朋友都有面子 跟三哥沾尽耐骨的到德会得有面子 听明白没 那面摆着通一听啊 好像明白了 听明白了 就是让德会所有社会人都知道这个事呗 赵三哥 旁边一字牙烈 武铁一听 对 就这个意思 你告诉三哥 我上午啊 小广播下午德会全职都叫啊 啊 谢谢啊 赵三电话了 那边把电话挂了 啊 赵庭死了 啊 电话一挂 啊 这边这个武铁子抽赵三 那意思还咋的 三哥抽 别着急啊 再打个电话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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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打哪去了 大屯的马五柱子 马电就是 改了个菜市场 接电话 哎 啊 哪位啊 哎呀 三哥 猪子 忙不 三哥 不忙 三哥有事啊 你等会啊 猪子 我跟你说个事 我跟那德会那武铁在一起 三哥 你跟他在一起 听我说啊 让武铁子跟你说话啊 说两句啊 嗯嗯 面提 武铁拿过来 早上两个会说 哥们啊 不好意思啊 我是德会的 我叫那个武铁子 啊 哥们 那个上两天你耍钱 那个事吧 我他妈当天喝多了 整灯了啊 兄弟一家人不是一家人呢 三哥老好了跟我 三哥跟我大哥得好 我在三哥面前就弟弟辈的 兄弟 以后到德会 你提三哥 你不用提三哥 你提你都好 兄弟 那个赢你的钱 拿你的钱 那个十二十三万 那个我这两天 我连本带利用 我兄弟跟你送过去啊 兄弟一分不差你的啊 把武铁子干不贵 哎呦 什么情况 赢三太牛逼了 啊 那个兄弟 我说一下子 你不是赢我的 是抢我的 啊 哎呀 兄弟 就别急咬这事了 啊 就是抢你的好 赢你的好 我都给你拿回去 我这 那个 老弟错了啊 我叫我 我叫成哥哥 住哥 马老住 当时得劲了 啊 雪夜刷就上头了 哎呀 那行 那个 你要三哥就电话吧 啊 照三拿过来 哎 不住了 怎么样 得劲不 三哥 你这太牛逼了 三哥 哈哈 住了 呃 这两天啊 他把钱给你送过去啊 有啥事上长春找你三哥 啊 三哥 哈哈 三哥这些年 我跟你说三哥 这事我最得劲 三哥 啊 好了 三哥 八五柱子往这一撂 刚撂电话 啊 我跟你说 赵三把烟一点着 这边花博里像 还挣点猪的 拿着腰是顶着呢 赵三烟点着呢 我最后啊 得送你几句话 其实吧 三哥跟你没啥丑 你看我跟火东闲的事啊 我跟火东闲的事 那是我俩的事 你说你多管闲事 不说你挨一身手啊 火东闲没有几天病入肛黄 可能他妈嗝屁了 要要上路了 你俩就再好吧 你管他的事干啥 你说你唠着好了吗 啊 再说了 啥事都是相互的 以后我赵三的兄弟到德会好使 那你说三哥是不是多你个弟弟 以后你的兄弟到长春 啊 提三哥 是不是有面了 啊 铁楼把话给你撂在哪 以后你所有的德会哥们 只要提你到长春 三哥绝对最顶级的待 最好的酒店招待 最好的第八安排 八五年猫太安排 有人说他干啥了 整这书了 扫三啊 跟别人不一样 要是梁旭东小贤可能干服你就拉击不到了 赵三这种这脑瓜还非常清醒 他合计 你看小贤啊 你看梁旭东 愿意匹夫之勇 于永庆 啊 于永庆跟梁旭东斗了半辈子 死了啊 上路了 小贤跟邱刚斗 最后邱刚他把他兄弟找着杀手把小贤干死了 你记住了 赵三的眼里面 我帖子不能跟他竖死敌 这样人啊 踩他可以 踩他腰得拉一把 咱听故事咱也懂懂得点道理 老帖啊 你们做生意里干啥也好 做人一定要留意些 赵三知道 不竖敌啊 这他妈要是整的哈整齐眼了 恨 遭人恨了 将来以后研究我 整死我啊 那有这可能性啊 这一句话 之前羞辱武帖的事 武帖的瞬间都忘了 当时就感动了 上下的 就是这是玩的 就是江湖 这是玩江湖的高人 徐大为给旁边都佩服了 他三个厉害呀 这他妈吉林省一把大哥位置 非他不可呀 武帖的讲话 三个 我这格局小了 三个之前 早上讲话兄弟 别提了啊 都过去了 这不就话题为有吗 咱哥们好好处吗 正在这时候 就听外面啊 楼下来了一帮人 巡邦大队的啊 全副武装下来了 来来把楼包上 把楼包上 楼上罩杀等人一听 花伯李强刚才挺狂啊 拿家似 一听外面 李强当时脚麻了 瞅赵三 三哥 这 他他妈的 李强被包围了 李强势大呀 赵三一瞅 一笑 你看谁都有怕的影啊 赵三一笑 大伟啊 事情到这一步了 你三哥跟你拽个面子 啊 徐大伟一瞅三哥你说 外面来了阿瑟的 我啥也不说 让李强出去 啊 让李强走 有啥事三哥面对 徐大伟一瞅 三哥 开玩笑呢 那个 强哥肯定能出去啊 我叫阿瑟啊 是怕这个强哥来进来 打帖子 打鼓帖子 我怕这事 那你看今天这个结果 那阿瑟来没必要 大伟一瞅 去 打发了 来 上吧台啊 愣点啊 哎 大伟一瞅 哎 伟哥知道了 我大伟一瞅 下去上吧台拿一打啊 下去就打发了 老铁啊 赵三 徐大伟 吴铁子 花伯李强 带酒桌上老铁啊 那个花伯李强 不跟他们结了啥 赵三 把这徐大伟跟吴铁子 唠嘎嘎得知 都他妈听得知 这三哥办事 该说不说啊 通过今天晚上 这个故事 老铁你们能听明白 三哥绝对是个高人 以德夫人也不啥 那个办事啥 绝对到位啊 这是一般的脑瓜 你想不到 这是2001年到02年 春节之前的事 前后的事 那么咱说了 三哥这个事办完之后啊 马上就迎来了 2002年春节之后 来到正月十五了 这时候赵三啊 给长春非常非常 口碑非常好 这时候三哥给长春 兵强马壮 爱及不贼贼 贼不好使啊 好处村 第二名好处村 跟赵三辣五十米距离 这是唯一能接近 三哥的高度的 好处村 三哥啊 为啥这么强老铁 你们都知道 三哥有好大哥 百道大哥 牛逼呀 啊 老桑啊 老桑这一天 电话响 啊 喂 你看三哥 这个哈尔滨平方区改造 有工程 你看你干不干 老桑来活的 哈尔滨平方区改造 2002年 大工程 哈尔滨的这个 有断位的一个大哥 打电话 你看老桑说话啊 平方区改造 那万能挣几个钱啊 兄弟 我吉林省的给很多买卖 哎呀 三哥 你要有时间 我见你来一趟 这个 大概我算一下 投资五千万 配套设施拿下来之后 三哥 最后最低能干四个亿以上 五千万干四个亿的活 净利润三点五个亿 两千零二年呢 再有钱也不能 他这个 也不差这个钱啊 老铁 再有钱吗 谁想钱多啊 老桑一听上劲 兄弟 什么时候开始 三哥 我跟上面打上招呼了 这个 你要来就给你了 内定了 正常应该招头标 这么点 兄弟 我明天带着团队过去啊 行行行 我过去看看 老桑撂电话 废话不多说 老桑第二天带着司机啊 带着司机鼓墙 又带着两个水桶 奔哈尔滨去 到哈尔滨啊 经过三天的考察吧 平房区改造嘛 哈尔滨 到底到外平房 什么乡 乡房南杠 很多区 平房区改造 老桑 待着三天一考察 这个项目贴谱 啊投资五千万 最低能回本四个亿 绝对挣钱 嘎嘎的 用现在话说 嘎子一嘎子 这一天呢 在哈尔滨的一家公司里 啊 这家公司叫信恒房地产开发公司 哈尔滨那人啊 我说的有名有姓 哈尔滨人知道司才开 信恒房地产开发公司 信恒啊 承信信那个恒啊 是那个恒就远的恒 办公室老总办公室里面 二本来平的办公室 老总啊 做这个啊 这老总长得吧 没有派 一瞅一点狗 一瞅一点狗 狗搜的 这个外面进了人了 王总 啊 来了 王总 那个 咱们之前相对项目 我听这个上面人说了 这两天好像他妈的 让长寸的一伙人给内定了 王文乡一听 那定了 王文乡当时做房地产啊 可以说做的好好好大的也啊 当时相当这个项目相当好人之间了 有人说那他这没拿价呢 还是根不硬 王文乡也挺硬啊 2002年资产也得有几个亿 王文乡当时一听 不是咱们那边 那个老黄那边对接 那个没给使劲啊 没给 那个 老总 老黄那边咱们打点了 老黄来电话了 说上面盖帽了 王文乡一听 盖帽哪的公司 那个 之前摧峰会碰见过 长寸的公司 吉岗集团 吉岗集团 吉岗集团干啥的 吉岗集团不是专干房地产的 他是什么47家民营单位 连锁的一个企业上市的 吉岗集团 老总 他是房地产是这两年占的 他他妈也不专业 资质啥的行吗 他跟咱抢活 哈尔滨跟咱抢活的 他妈的逼的 那人都死了 跟咱抢活 给我约他 找他老总的 联系方式约他 这秘书一听 老板 是 哈尔滨 王文香正经牛逼啊 你看咱们讲故事不是胡编 老铁 你编一个 你看看 你对象事件地点人物 你编一个 你看看 啊 尤其地名什么 基本街道啥的 公司名 你编一个 你看看 啊 你三天都够你查的了 那有名有据 王文香当时改这个 哈尔滨 首可通天呢 啊 有些人脉啊 他一点不照长寸的照三差呀 啊 他也沾社会 但这笔狗 那个 咋死的 我跟你说 这笔挺有挺单 最后啊 他欠一年 他有几十个亿 假当的 欠人一千万啊 人呢 就别太狗 他欠人一千万 也你给他起诉了 他不得劲了 他跟月猫讲 他俩司法差不多 小心眼 这他妈当时人起诉 他一千万的账 你说你有几十个亿 你就给人家呗 现在话说 不给 找杀手杀人 人命案子发了 犯了 打黑 往门乡 搂进去了 啊 夺他们不知道 有几十个亿家当 就赖你一千万 这么死的 用现在话说 他他们有钱的 他他英帝 掉牛屎里面 他都捡起来 啊 擦着 缩了缩了 踹头还能划 这住 挺几个口 狗人 他的秘书不到半天 就查出了当时谁呢 查出了这个商业村的联系方式 啊 哎 打打给商业村的秘书 变化一几 往商业村的四季 一些秘书 小谷嘛 啊 谷强了 谷强就几了 喂 啊 你好 那个 我是几港集团的这个谷强 你好 兄弟 哎 顾密声 你好 咱们同行 我们是哈尔滨信衡 房地产 开发公司的啊 这个我姓张 张密声 谷强一听 同行 你好 那个这样哥们啊 你方便不 咱们见个面啊 那个你们老板 咱们见个面 我们老总啊 想跟你们老板 谈谈合作的项目 啥的啊 同行啊 咱们翠峰 所以见过 这谷强一听 你等一下啊 哎 我跟我们老板商量一下 要电话啊 跟这个当时商业村 就汇报了 老桑一听 跟他没有啥合作 也不熟 老桑的人还行啊 一听哈尔滨办事 啥 哈尔滨公司 见面行 跟他说吧 远处不走 咱就乡里拉吃点饭 得了 我请他 哎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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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兄弟 你说你说 是这样啊 我们老总说了 那个谈谈行 见见面行 我们老总没时间 不出去了 我们在这个乡里拉下榻 这么的 呃 你要有时间的话 带你们老总 乡里拉 二楼 咖啡厅 啊 咱们见个面 聊一聊 啊 下午三点半吧 这边一听 行行行行行 下午三点半见啊 哎哎 不见不散 哎 料电话 这小秘书一瞅 王总 谈完了 一会三点半 上乡里拉 他们住乡里拉 一小时之后 这边谁呢 这边吉岗集团的商业村 跟自己的小秘书 古强子司机啊 坐在咖啡厅里面啊 不大一会外面来了一辆白色的奔驰 大奔驰 王文香那是有钱 大奔驰 司机啊 就他的秘书开车 邋遢 也就俩人来的 哎 下车 从雨渣下来 怎有样 穿车西装 整那笔厨啊 人狗 他不代表长得多狗啊 我说这个意思啊 人狗 了解他 一下车 哎 他最怕谁 最怕满里住 焦岩南 手是蒙的了 焦岩南看得好 啊 满里住我讲的时候 听过没 大冬天 让王文香穿杯枝 他妈穿骨茶子 上他公司站着去 立正 改门口 那不就立正吗 动灯喝的 王文香不敢逼死 啊 改满里住的门口 一动动动 动两点 六点钟站到八点 哎 这真的 这这逼就跟你说 就流氓手 他牵手人 王文香这公司 牛逼了 啊 2002年 我告诉你们 小楠楠出事了 焦岩南这公司 出事了 进去了 王文香叼烟 进这个大厅里面 进大厅里面 古墙子在 从前后 也见过王文香 啊 一瞅 那不王总 哎 你好 这边这边 这边王总 王文香 一抬头 哎呀 小伙 哎 过来 过来古墙子 来来来 走走走走 哎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老总 吉岗集团的老总啊 商业村先生啊 这个是信恒集团的 这个董事长 王文香先生 商业村也贼有样 长的啊 老铁 你度一下子 你好心的 你可以度一下 赵三大个长呀 你就收这个 长存的商业村 就收出来 四方大脸 长得贼贼像样 一瞅就像大领导 大企业家呀 啊 绝对是个 一瞅就有大富大贵的命 这商业村贼有样啊 往这一坐啊 啊 那绝对比王文香气质要强 商业村一身手 啊 你好弟弟 啊 王文香事要小 王文香一身手 你好你好 三哥 老哥 黑龙江的水深啊 你外地的 你上黑龙江来干活来 你不怕有很多不稳定因素啊 啊 投资需谨慎的 老商业瞅 你不了解我兄弟 要是没有风险的活吧 我还不愿意干 我就愿意挑战极限 愿意啃硬骨头 老商老挺硬的 王文香一听 这俩人没名老呢 你这么点 三哥 我这人不愿拐弯磨脚 老商讲话 我也是 大哥 你把这个工程让给我 兄弟 扯一张子 这是一千万的支票 这个活没多大力 大哥 我给你拿一千万 你别参与跟我的竞标 再有事咱交个朋友 能拿出一千万 让对方退出的老铁 绝对是个手 老商也看出来了 老商一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